大家好 我是Philip 之前跟大家曾經說過 智雲的X100 改變了攝影人或拍片人 拿燈出去的習慣 之後也推出了X60 X60是不同的G60 它是X系列 為什麼它叫做X60 亦是有什麼特別呢 今天跟大家講一下這支燈 在影片之前記得按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有什麼意見下面留言給我 對這支燈 或者對我的影片 或者對所有的東西大家想聊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聊 一起戰勝YouTube的演算法 我們首先回到這支燈 這支X60有RGB版和普通版 先講一下RGB版 最大功率是60火 工作電壓是DC24火 或者PD大於9火就可以了 為什麼它的PD是18火以上呢 因為如果大家的PD是18火已經可以亮燈 但當然要全功率的話 就要靠你的PD能夠提供到以上的火 才能夠提供到 而色溫範圍就是2700K到6500K 才能鍵上CCT消息 開使用CCT全功率的話 就可以消費到55分鐘 即使用手柄電池 另外正重是319克 而普通版X60也有一樣功率 也是2700K到6500K 唯一小小分別就是 重量 輕了幾克 另外手柄電池也少了5分鐘 因為RGB的顏色轉為CCT的色溫 所以使用時間會少 但其實是差不多的 這支X60 故名思義X系列 X系列因為最大的設計語言是一樣的 大家會看到X60和X100是很相似的 最大的設計可以共用就是它的電池 如果有X100 又有X60 電池是通用的 雖然X100 電池是金屬殼 X61 變成了膠殼 但它是可以通用 沒問題的 還有大家都會問 它有兩個版本 一個是CCT 轉色溫 一個是RGB 怎樣選擇呢 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不需要RGB的顏色 你直接買普通的色溫 那支便宜一點就可以了 但如果不是的 如果想玩顏色 用來做顏色氣氛燈 你也可以買X60 起碼要兩用 但要看自己的需要 如果你不需要玩顏色的話 其實買一支普通版的X61便可以了 至於X100來說 我自己覺得 如果它可以出一支X100的RGB 版就好了 講起燈當然要講一些悶的東西 始終選擇的顯色性都很重要 設定到278K 100%的時候 就是2732K 流泳值是147 TLCI 98 CRI 97 TM30 RF 96 RG 102.3 而大家很多時候都會看 這支燈是否偏綠、偏偏粉紅、偏色 我們都會和大家測試 以2700K來說 它的偏色都可以 沒有偏綠、偏粉紅 這也是非常好的表現 Dalight 5600K 時 CCT 測試是5543K 劉榮值是2349 TICI 是98.5 SSI 是74.2 而TM30 RF 是92.9 RG 是104 而編色方面 它也是接用中心點 編了綠、綠、綠、綠 不是太大問題 因為連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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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 都不需要做這個動作 我覺得還可以的 而6500K 時 測出來的CCT是6415 劉榮值是2390 GLCI 是98.6 SSI 是72.3 而CCT是多了一點點 但也算是開接範圍 TM30 RF 是2.7 RG 是101.1 而編色方面 再去到粉紅多一點點 也不算是嚴重的問題 小好小好小的問題 可忽略不計 其實智雲也很想在燈光市場拿回席位 亦推出了很多不同類型的燈具 亦可以用APP來控制 大家如果有需要 如果有共自動燈 都可以用APP來控制 這個始終是大趨勢 始終有APP是一定要有的 另外就是 它這次跟X18一樣 都可以用Type-C的供電 同時可以用DC頭的供電 再是可以用手柄電池 所以這個方法都可以 令燈光亮 不怕就沒有方法令燈光亮 先說說X60的好處 當然保留細緻 夠光 RGB 也夠光 不會說其他顏色 就不夠光不夠色 我之前都用過在Event 上 在拍攝上都是最舊的 如果大家一般拍攝 其實應該除非你需要做很大的環境 又或者是要一些 即是你本身的燈光 已經很光亮 光到不得了 可能你和太陽對著幹 那你可能就有機會 一支的X18就不夠了 因為一般來說 它顏色的光度就夠了 至於它普通色溫CCT的情況之下 夠不夠呢 其實如果大家 不是說用來做燈光 又或者純粹是晚上拿去補光 其實X60是比較適合的 為什麼呢 因為X60在最低的Power上 一定是低於X18的 所以有時候純粹是晚上 要感覺少許光 不需要那麼光 可能X60會反而更好 但是當然 有很多人都說 那它有什麼不好呢 我自己第一件事 之前都跟它們說過 要投訴一定是 你出得RGB燈 為什麼不可以偏綠和粉紅呢 即是 我經常都說 RGB燈 經常都說 都會提到 如果大家未看過之前的影片 可以看回之前的影片 都有介紹一些LED燈 我自己覺得RGB燈最大的用處 並不是轉顏色 即是轉顏色有很多方法 以前加上手指 有很多方法都可以玩多顏色 但是 在RGB燈來說 我覺得最好用的是 有些燈可以 將在CCT的情況下 即是普通色溫度 3000K 5000K 6000K 都可以做一個色溫的轉移 即是偏粉紅 就是偏陽紅 或者偏綠 你可以偏偏顏色 為什麼會這樣呢 譬如我們有時候 做一些拍攝 就是在訪問 對著玻璃窗口 大家都知道 玻璃是很綠的 我又想補光的時候 跟同一個錄 一起錄 然後在機身內 的Wide Balance 自己修正 其實我是會這樣做的 尤其是我會拿一些 光譜移出去 去做拍攝 會跟回現場的色君 去做一些曝光 我自己會這樣做的 所以我希望 它可以做到這些 我相信都是軟件問題 而已 是不是 軟件問題 為什麼它不會弄呢 當然 之前也有提過 至於 之後會不會有 透過Firmware更新 或者在新燈上出現 就看看 適活以待 這也是其中一個 我選擇RGB 很想會有的其中原因 但如果你沒有 沒有的情況之下 是不是又不行呢 它又不是不行的 但最好有 看看大家 拍攝上的需要 要是否需要偏陽紅 偏綠的功能 還有一件事 也不介意說 之前也提過 在XLR的時候 它的電池曾經有一個缺陷 就是很容易鎖電 即是它的PD 令到它害怕你危險 太安全 鎖了一邊 用不到 如果大家還沒換的朋友 記得聯絡 你購買的經銷箱 他們會找代理 看看他們會怎樣幫你 如果是代理的話 香港的趙雲代理 是可以幫你更換 X18的電池 是永久的 之前趙雲都說過 是永久更換的 大家記得不要試鎖 一定要換一顆電池 亦都是 如果大家 買水貨的 那你就自己 搞定 你如果買的 你不想回淘寶自己換 但香港的 香港會幫你跟 看回你自己賣的地方 我自己 很多實說 我也有幾顆電池 之前找它們換了之後 都可以 現在都可以 其實都很簡單 可以分別 然後 它的USB-C 會有一個PVD 這個最主要 就是分別 電的新版 舊版 如果你在X60 不用擔心 X60直接 那顆 就是裡面的新版 也是 交學版 相對不同 一應 就是X60 那顆電 如果大家 喜歡 小燈 其實我覺得 現在 其實很老實說 市場上有很多 類型的燈 至於 大家怎樣去選擇 其實很多時候 都很難買 全部回來的 但是 其實 我會盡量 我手信 有的 或者我做評測 都會做一個 光譜2的測試 看看色彈 大家都經常聽 常常 我隨便打論 TLCI CRY TM30 SSI 這些是 衡量 燈光色準的標準 希望大家 不會覺得 我講話很悶 希望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 訂閱我的頻道 今天就講這支燈 至於 你對這支燈有什麼看法 又或者對這支燈 對現在市場上的燈有什麼看法 歡迎下面留言給我 一起聊聊 我今天就講到這支燈 我們下次再和大家 試其他更多東西 下次再見 拜拜